哈喽大家午安 你们午安我晚安 我这边已经是莫美亚一点半了 我人在巴西 所以哎呀怎么办 小确幸没了怎么办 有啦小确幸还是有啦 变成更小的 从S变成XS 变成为确幸 这样子 其实这真的不是办法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今天为大家带便当 就跟大家聊一聊 我说那要怎么办呢 到底现在整个局势是怎么样呢 好就要来分析给大家听 没关系小确幸没有 还有世界杯足球赛 对不对 世界杯足球赛 看你关心谁 像我现在人在巴西 所以不得了 全巴西疯狂了 我们上礼拜就聊这个 足球的文化 对一个国家 你台湾人没有办法想象的 明天巴西又要踢了 而且要踢得好 才能够进16强 所以全巴西都疯狂超紧张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 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呢 我们来聊的事情就是 从7月1号开始呢 谁管世界杯足球赛啊 对军功教的朋友来讲 从7月1号开始 他的人生从彩色变成黑白的啦 因为呢 因为呢 荷包大锁水 那么军功教当然理论上来讲 占整个台湾社会的比例 并不是非常的高 但是呢 有很多的研究就显示出 那军功教他的家人呢 他的儿女呢 他的爸妈呢 他的亲朋好友呢 当军功教因为薪水缩减 就比较少找朋友聚餐 这样你听懂了没 不是军功教而已啊 还有他的朋友啊 各位你有没有军功教的朋友呢 应该多多少少有吧 是多跟少而已 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些朋友 当老师啦 军人啦 或者是公务人员啦 等等等等 那这样的一群人 其实我们可以说 他象征的是一个社会的 中产阶级 大概是这样子 那所以这样的一群朋友 虽然人数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所谓的相成效应 就是他的家人 亲戚朋友 他找你吃饭 这个整个这样影响下来的话 有人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析 说也许整个最后影响到200万人 就是影响到差不多台湾 将近十分之一的人 200万人 所以餐厅啦 或者各行各业 还是我有点担心 我们的整体消费力 如果有十分之一的人是下降 而且呢 心理感受 这是我们要讲的重点 心理感受 他会觉得说 哎呀 钱变少了 薪水变少了 我就不要那么会花钱了 所以可能这个情况 就容易带来这个整个消费的紧缩 那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话题来跟大家谈说 其实这个现象不是只有在这个年改 其实应该说整个的 整个的台湾的景气不好 已经好一段时间了 那只是说 台湾人第一个很健忘 第二个很知足 我们就觉得 哎呀 生活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没有以前那个所谓的台湾 那样的年代 但是 还可以啦 还可以啦 偶尔上上管子 对 有点小快乐 大家还是 这挺知足的 可是这个知足 坦白讲 不是办法 其实当整个台湾 开始在停留 或者是我们大家满足于小确幸的时候 很多危机已经暴露了 所以我想跟大家聊了说 你真的要追求小确幸 还是要打开大格局 这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那现在大家会越来越有感 为什么越来越有感 因为在一个社会当中的 中产阶级 它就是一个贫富悬殊 贫富不均的 一块遮羞布 意思就是说 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些 中产阶级的朋友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会觉得 那个贫富悬殊 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你不会一下子 就看到很有钱的人 好 比方说我们这一次 说从7月1号开始 消费的紧缩 那难免会有影响 可是我要告诉你 很怪的事情是 你出去外面看 你不太看得到 这个是一个主观的感受 也就是说 你去餐厅看 人一样抱多 那跟以前你会觉得 没什么差啊 可是差别是哪里 差别是 你会发现 你身边的朋友 甚至我们自己 如果你是中产阶级的话 你看到餐厅人很多 你会产生不一样的感受 以前餐厅人很多 我偶尔还会来一下 那这样有趣吧 以前大家在逛街买东西 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我只是没有像人家这么频繁 可是我会来啊 我偶尔还是会来一下 可是现在不一样 你看到 奇怪 不是说什么军工教 怎么餐厅人还那么多 很多人会说 其实根本没有差 没差的是那些常常去的 这样你明白了吗 没差的是那些 经常去的 他就觉得人还是一样多 可是对于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讲 或者说像李嘉童校长 这样的人来讲 他以前三不五十去一下 没问题的 现在不想去了 所以我不去了 我现在看到人还很多 那个感觉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当中产阶级 慢慢越来越瘦 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 一直往两边挤压的时候 这不是一件好事 这会让人民对于贫富的悬殊 更加有感觉 贫富悬殊一直存在 但是只要还有一些中产阶级 散步 你不会那么强烈的感觉 身边总有朋友出国吧 有吧 那出国的不见得都是很有钱的人啊 如果今天正在促销去个日本 去个韩国 花个三万块 我今天做牧师 我很多朋友是军控教啊 我教的会友是老师啊 他还是可以啊 带全家人去日本迪士尼玩一下 OK啦 花个像一家人 花个几万块 如果一家四口来讲 花个七八万 会痛啦 但是忍一下可以啦 好 现在我跟你讲 没有了 你整个薪水降下来以后 简单来说 过去 就是因为 还有一点闲钱 所以可以去消费 现在那个闲钱被砍掉 当然有些人是 可能真的砍掉的是 养生的钱 就是砍掉的是生活费 那个当然就更惨 那不用讲 可是 可能最绝大多数的军工 照理来讲小康嘛 小康就是还有一点肉嘛 那你先把我剩下的一点油 一点肉 你把我割掉了 所以他就没办法出去消费了 因为他所有的钱 通通拿来养家 没办法小确幸 偶尔享受一下 那个感觉没有了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 在直播当中聊的就是这个 也就是说 本来的小确幸 其实就已经很危险了啦 本来的小确幸 就已经是苦中作乐了 现在只是把苦中作乐拿掉 把那个痛苦 接苍巴 接开来 让大家还原 那个本来就存在的痛苦而已啦 所以当台湾那时候 等于在大家说 哎 有小确幸 其实我已经很担心 长久以来我都在呼吁 我在文章也好 我在各个 我能够接触到的媒体 我都是在提醒说 台湾要有危机意识 就是在全球化 的这个潮流当中 你一旦被边缘化以后 你就会越来越有感觉 随着时间 你越来越察觉 我将来怎么办 我的未来怎么办 所以自从我们在追求 小确幸的时候 就代表整个社会 它是有一个蛮大的危机在 那对中年人来讲 可以小确幸 我都活到这么大年纪 不然你要我怎样 可是对很多年轻人来讲 当然有一些年轻人 提早放弃了 就是说 算了啦 不然你要怎么办 你怎么办 偶尔看场电影 这个馆子 出去逛个街 买个小礼物 去淘宝 买个东西 便宜嘛 这样就可以了 可是对很多年轻人来讲 他有危机意识啊 所以就造成怎么样 有危机意识的朋友 就会出走 有危机意识的朋友 人才出走 所以台湾不是前一段时间 开始大家都在谈吗 说人才出走怎么办 人才出走怎么办 那个时候 我是不是就已经提出一个观点 我们也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也提过说 你不能这样想 你必须要鼓励人才出走 因为你必须强迫台湾 重新开机 就是台湾必须要国际化 所谓的人才出走 看你怎么想 你用导国心态想 人都留着不准走 那就叫做人才出走 可是你换一个 全球化的角度来讲 你本来人才 就是要鼓励他 出去再回流 所以这是不同的观点 当我们台湾说 人才一直出走的时候 这个背后就是台湾在锁国 你看看那些网路的酸民文化 你稍微提一个意见 大家酸死你了 大家就是用各种方法 在攻击你 我就觉得真的是 整个台湾变成一个 很奇怪的地方 为什么 格局太小 当你的格局太小的时候 你面对外面的东西 你就是反抗 然后你就是保守 你就是封闭 那我想这是一个蛮大的危机 所以我今天想鼓励大家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 比较实际的问题 就是说那怎么办 那刘牧师你说怎么办 小确幸没有了 那我现在真的有感觉了 很快我告诉你 七月再几天 很快的你就看到各种数据 很快的你就会感觉到说 哇真的 有钱的还是那么有钱 它根本没差 可是中产阶级 它等于是被挤压 中产阶级这一块 被挤压到穷人端 它不是被挤压到有钱人 就简单的说 台湾的穷人变多了 就这么简单 不管军工教占人口比例是多少 简单的说 就是穷人变多了 So simple 穷人变多 那穷人变多 你一定会有感觉 因为你的身边 会越来越多的穷人 你会听到越来越多的无奈 你会听到越来越多的抱怨 你会听到越来越多的不满 那你就会感觉 整个社会的气氛往下沉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就在你身边 这些人离你不会很远 大家很快就会有感觉了 所以当整个社会气氛下降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会越来越不快乐 那就恶性循环 越不快乐的时候 它的竞争力就会越差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谈说 怎么办 怎么办 很清楚 第一件事情 就是请你要改变你的心态 我一直觉得小确信不是问题 那小确信没了怎么办 那小确信没了就追求大科局 这样懂吗 小确信没了两条路 第一条路 算了 细细也算 那办怎么办 那就追求微确信 追求越来越小 但是 我想提出来的事情是 我想鼓励大家 鼓励大家说 我们应该是追求更大的格局 本来追求小确信 就是无奈的反应嘛 谁要小确信 大家都希望大幸福啊 因为大幸福不可能 所以只好小确信 可是你当你小确信的时候 就很危险了 因为那万一小确信 没了怎么办 那现在眼看着就要来了 所以当小确信没有的时候 很多人会开始沮丧 放弃 投降 然后负面情绪就开始蔓延 那但是 其实有没有另外一条路 我今天就是想提出来 我想鼓励大家说 你应该走另外一条路 你应该走出大格局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你不要忘记 台湾的经济起飞 就是从很困难的环境当中开始的 我正好我的年龄经历过那一段 家庭客厅就是工厂 每个人在家里面拼命地干 拼命地在那边赚钱 那你以前穷过一次就可以有钱 为什么现在不能第二次 我们就是因为 从穷到有钱之后 大家温水煮青蛙越来越安逸嘛 那越来越安逸 因为台湾过去这几十年来 真的是整个华人的历史文化当中 少有的太平城市 没有打仗 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天灾 人民可以说是安和乐利 这过去我们说四十年 台湾是从低潮 从贫穷开始 迈向这个 以开发国家 我们开发中国家 我们是在进步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进步的环境当中 大家的抗压性反而降低 这是我今天想提出来 提醒大家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 在这个环境的当中 小确信没有了 考验的是你的抗压性 有没有路 我可以告诉你绝对有路 绝对有路 你没有什么没有路 我讲几个小故事 我现在人正好在巴西 巴西大家在那边看世界杯 因为巴西人很疯足球 那这里的人也是 在那边住久了 当然就入境随俗 那我就被邀请去一个人家里面看 看足球 那边看得高 巴西一定要赢啊 一定要赢啊 然后就拿起他 随手拿起他桌上的一个 这种 巴西就是黄绿相间 他们的颜色 拿起一个小玩具 就在那边吹 他就说 巴西一定要赢啊 不是 巴西没有赢的话 我这些货还要放四年啊 我那个感受就是生命力 就是那种生命力 就是说 这就是小老百姓的生活 你明白吗 他很快乐地在那边看足球 可是其实他有没有压力 他有压力啊 因为他是干什么 他是批发零售业 他就是 趁着世界杯 他需要赚生活费 所以他就进了一大货柜的这种 跟足球相关的这些产品 然后都是用巴西的颜色 他就等啊 那我就问他说 那巴西输赢有没有差 他说有 当然有差哦 巴西第一场踢合 店里面生意稀稀落落 第二场巴西最后 正规赛结束的时候 还是零比零 然后就 就有这个商庭补赛 就是 有些受伤啦 所以你试这个九十分钟完了以后 裁判延长五分钟嘛 那讲延长五分钟进两球啊 进两球之后二比零赢了 他说不得了 一天哦 他说店里的生意就是爆炸 人就是这样 巴西不是一个有钱的国家 巴西其实 其实很穷啊 巴西的天然出场很多 可是老百姓不存钱 这些老百姓 懒 不工作 这些巴西人 他不是很有钱 可是因为你今天 巴西类踢赢了 他要庆祝嘛 怎么庆祝 他就跟我说 这个一个 这个巴西钱 三块钱 三块钱 那三块钱是多少 大概跟美金一比四 就是说大概是四块钱八币 换一块钱的美金 他就在那边讲说 这个东西 三块钱 不到美金一块钱 台币等于是二十几块 就一个小玩具 巴西人就买啊 他说 他赢球那一天 他店里的生意 他说 我说有差 说有 牧师你开玩笑 比圣诞节生意还好啊 四年一次 输了 没了 巴西如果没有进十六强的话 他说 牧师 我这批货就要找地方放四年 你知道多心酸啊 不是一年 世界被四年才吃 放四年 我感受到的是什么 活力 活力 没有抱怨 他带着盼望 这就是生命力 我希望大家 能够体会 因为我们台湾 因为多年来的富裕 已经有一点不能体会了 就是说 他说巴西政府 简直是 就合法的强盗 他就讲他们的大卖场 他说警察一来 都是收费落的 警察一来 封管 你知道吗 整栋大楼 圣保罗 最出名的二十五街 都是这些华人在那边开店 零售业 他说警察一来 啪 整个封管 封街 然后挨家挨户 连钱带货 现金跟货 全部抄走 他说你没办法 他想到就给你来一次 然后抄走就说你这个有问题 那个有问题 然后说那你如果你要拿回来的话 好 你拿多少钱 你拿来换 就是百明年要钱嘛 他们的文化 就是这样子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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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怎么办啊 那就还是要啊 那一个台湾人老板就讲 他的会计师做账做错了 做错了以后 政府就抓到 你做错了 所以他要报很多税 他说这个做账做错了 要更正 政府说他没得更正 你就是要缴这么多 强盗啊你知道吗 就打官司说 我会计师做错账 我不可能缴这么多钱 你给我缴这个天文数字 巴西政府高兴得不得了 说你就是要缴这么多 你就报这么多 他说我这是报错 没有报错 就打官司打二十几年 你能相信吗 打官司打二十几年 我的天啊 那我说你怎么办 他说没有怎么办 牧师 没有怎么办 巴西政府一向以来 就是这么乱 这么乱的当中 我们要想犯法活下去 那你要怎么办 我今天用这个历史 想告诉大家 就是我想 我做一个在台湾 从小长大的人 我出国也就这几年的事情而已 我真的担心的事情是 台湾失去了这种生命力 台湾就是说 环境好 那就可以 环境不行 大家就不行 就是没有那个生命力了 这是我最担心的 环境不好了 没关系小确幸 好像大家都是束手就擒 大家都是举白鞋投降 大家都是 没关系 反正就这样子 我想这种情况很糟糕 我要讲真的很糟糕 生命力 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强调 就是环境再怎么样 你说小确幸没有了 你如果不起来反抗 你如果不fighting的话 你就是向下沉沦 你在那边酸 跟着大家在网络上 在那边报复 在那边闹 不花钱了 我就怎么样 这不是办法嘛 你不能所有的人 一起向下沉沦嘛 对不对 好 讲第二个小故事 街机的牧师 巴西的牧师 台湾人啊 他就跟我讲 他说 我岳母当年 我就认 你跟师父怎么认识的 他就讲说 我岳母 我太太的妈妈 他们本来不姓祖的啦 我问他怎么姓祖的 他就是被牧师的爱心感动 不是他 是那个老牧师 他说那个台湾人的老牧师 我的天啊 就想说 某某某某 听说他住在哪里 还没有信主 我们去看他 去看他带什么 带一颗高丽菜 台湾的那种高丽菜 坐巴士 从圣保罗这边坐 坐多久 17个小时的巴士 各位 这种生命力 你能想象吗 这就是台湾人 你听明白吗 一个台湾的牧师 老牧师来 想说 一个康法一个会 跟师母两个人 咕嚕咕嚕咕嚕 坐坐坐坐 坐那个 这个大概是三四十年前 记得咕嚕咕嚕咕嚕 坐那个很烂的那种公车 坐17个小时 到一个很偏僻的乡下 抱着一颗高丽菜 我后来有看到 这个牧师的岳母 那个岳母跟我说 牧师啊 那座十七点钟 那高丽菜来 我家都哭咕嚕咕嚕了 就说 连那颗高丽菜 坐了17个小时 到那都已经干巴巴的 她说 但是就是这样 我感动了 说怎么会有人 这么爱我们啊 怎么有人 这么关心我们啊 坐17个小时的巴士 送一颗高丽菜来啊 说哇 这个真的很感动 人家这样子了 我们要不要去教会 要 就开始接触 接触 我来信主了 信主了后 女儿嫁给牧师 这个牧师 现在在巴西的教会 他现在在做 巴西人的穷 穷困的小孩 几个小孩 八百个 一个台湾人的牧师 在这边 就接棒嘛 就是接那种 这个富贵不能移 贫贱不能移 就是这种 环境不要打败我 我就是 再怎么苦 我就是撑下去 那你这样撑 你就撑过来了 所以巴西当年是 最早就是 一群基督徒 32个人坐船来啊 穷得要死 会被人家笑 说你们这些 铁奔铁铁头铁少气味 只会做农的 你来到这里 你们会饿死啊 你们会变街友啊 你们要干嘛 人家就这样撑过来了 那一家人 现在有出八个医生啊 所以我希望说 我就是人正好在巴西 我用巴西跟台湾 做一个对比 其实台湾比巴西 进步太多了 巴西的治安不好 经济不好 政治贪污 非常严重 但是 但是这里的人 有生命力 那这是怎么样啊 台湾是一个 非常进步 民主各方面 可是你看到我们 好像遇到困难之后 大家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这个是 问题不是环境 问题是 大家的斗志没有了嘛 遇到困难以后 大家退缩嘛 遇到困难之后 没有那种 以前说 乡真嫌 没有那个精神 我想这才是 台湾真正的困难 困难的不是环境 不是薪水 困难是你的态度 你的胸襟 所以来 节目的最后 建议你几件事情 提出一点具体的建议 就是说 一定要提起精神来 怎么提起精神 第一件事情 不要跟着整个媒体 不要跟着台湾向下沉沦 这是我提的第一点 你可以关心媒体 你可以关注一下 现在发生什么事 大家现在在看什么东西 但是我希望说 你不要跟着你所看到的新闻 变成你每天都关心这些 好像当年保罗在雅典 圣经上描述 说雅典人干嘛 雅典人不做事的 每天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听听说说 专家讲一讲 讲一讲 社会会更好吗 不会更好 所以你要有自己的路 你要下定决心说 我要跟整个主流走不同路 当整个主流 整个政治也好 你放眼望去台湾未来的 年底的选举也好 整个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短时间之内 好不了 你不要奢望于整体环境要改变 那怎么办 这只要振作啊 个人要负起你个人的前途的责任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你心态上 你要改变 第二个 请大家 多关注国际局势 因为在这个全球化的一个文化当中 我们讲立足台湾放眼世界 那现在大家立足台湾 但是有放眼世界吗 好像没有 所以你多关心一下国际发生的局势 你的心胸会比较宽广 路是人走出来的 心打开路就出来 你心很窄 你根本看不到路啊 这不是没有办法 是你想不出办法 是因为我们已经被困住了 我们已经习惯性思考 我们没有 没有更多的创意性的思考 所以不要花那么多时间 在网路上跟着大家一起在那边酸 或者被酸 不是这样 你要多一点国际联光 第三最重要的事情 你要有好的朋友 你要有一些企图心的朋友 朋友真的很重要 你身边的人的论点 你身边的人的看法 它会影响你 你只要身边有一些 有企图心的朋友 你们聊了东西呢 就会有方向性 你不要身边的朋友 都是一些 大家都小确信 微确信 不确信 那你这样的话 就跟着大家都 都牺牲了 你就越来越消沉 所以你身边一定要有些朋友 是有斗志 有想法 还有在拼 亏钱没关系 留得清 站在不怕没柴烧 对不对 我这批玩具 万一巴西输了 输了我就找个地方放四年 我们就再来吧 就是这个东西 你早有天你会成功 我在巴西看到这里的台湾人 过去多惨多苦 就是说 不然怎么办 那就跌倒再站起来 眼泪擦一擦 再笑着走出去 就还是要拼 你这样你最后会成功 所以现在这些人 都已经是都好命了 现在这些人都苦过来了 苦尽甘来了 因为人生就是有甜有苦 过去台湾有过甜 现在有苦这合理啦 这合理啦 你不要抗拒这种东西啦 现在问题是 你怎么样的能够从这个苦 再把它变成甜嘛 所以声音上怎么说 说你要同那 清新祷告主的人 来寻求神 朋友太重要了 不是没有路 肯定有路 怎么会没有路 一定有路的 只是你没有去看那些故事 你没有去接触那种资讯 路是人走出来的 问题是你左看右看说没有路啊 你要跟有开山道的在一起啊 你要看一下人家隔壁 人家隔壁告诉你 我以前也没路 那我路我是怎么砍出来 怎么走出来的 你要看这些东西啊 你要被这种东西鼓励嘛 爬山的人每次在山上 为什么有些人死在山上 有些人活下来 就斗志啊 我要活下来啊 我要活下来啊 他就被鼓励啊 不被鼓励死是一种合理的事情嘛 今天整个社会景气不好以后 大家一起产生很合理 可是合理你不要跟着大家一起合理 你要反抗啊 人家说我合理归合理 我不甘愿啊 我不要这样 我现在讲就是要有那颗心啊 最主要是要有那个斗志 不要以现况为满足 也不要被现况困住 一定要有更大的格局 一定要去想一定要去想 对不对 好我现在服侍的教会在圣地亚哥 我们教会还插我们的建堂 那不是我之前的 他们那时候买没有牧师 他们自己买的时候还欠五十万 那我现在去做一做 我觉得这个教会没有办法 在北美的教会没有出路的 你不忘钱冲你就是等死 那个你没有选项的 你教会非得突破不可 那非得突破 你就要先花钱要去搞建设嘛 那你已经负债了要搞建设 那怎么办 那你没办法 你不能说现在有负债 你现在还有负债 问题是你不去往前冲 你就永远被这个负债 我来三年的负债也没有少 还是一样 它动不了 怎么办 一个大格局 冲啊 直接冲啊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 教会准备要建堂 这个五十万不要去看 我现在下一个挑战 我准备挑战直接五百万 我直接去冲一个五百万 用那个五百万的募款 把这五十万的填平 你没办法 你懂意思吗 你不能看说 这五十万的负款怎么办 你不能这样看问题 你要眼光放得远 说那我们来这里做 要么就是要拼 不然你就不要做 不要等死嘛 做以代币嘛 那就跟他拼嘛 对 万一拼了 怎么样 没有怎么样嘛 那你不拼也是死嘛 那拼也是死 那当然是跟他拼嘛 因为你拼了有机会啊 所以我说小确幸没了怎么办 就大格局啊 没有第二条路 亲爱的朋友 我真的是苦口婆心 我可以说语重心长 就是有路 真的有路 但是我发现我在台湾的朋友 大家都看不到路 没有路没有路 有路你看不到而已 那有路你指给我看 我没办法指给你看 因为那个是你要心改变 你才看得到 你要信心提升你才看得到 因为路不是我指给你看 是你有信心以后 你会自己看得到 这个我怎么跟你解释 这要个人自己体会 那这就是信仰嘛 你自己要先有信心 你有信心之后 你就会看到路在哪里 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那愿神赐福我们啦 希望大家真的不要被环境打倒 就一句话 不要被环境打倒 台湾过去这么多年 几十年来的根基 它还是在 我相信还是在 机会都在 资源都在 全球华人的资源 甚至洋人的教会资源 你去运用 资源都在 路是人走出来的 不要坐下来等死 就这一句话 好不好 好 我们为大家祷告 希望 我想有些人心情受到影响 心情的震荡是短暂的 但是经过震荡之后 从整旗鼓再出发 未来还是灿烂的 你必须相信这一点 好吗 好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 求上帝来赐福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为台湾祷告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面对很多的困难 我们知道我们面对政治上的纷扰 面对两岸的关系 面对经济的困境 面对教育的不确定 面对一大堆的问题 但求主让我们要明白 问题不在于这些困难 问题在于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退缩 我们害怕 我们放弃 所以求主教导我们 不管面对怎样的环境 只要我们依然站立 我们就会胜过 我们只要有信心 就可以胜过这些困难 你会带领我们 你会赐下智慧 你会开路 你会给我们有创意 你会引导我们 求主让我们基督徒 会明白这个属灵的道理 不是凭着眼见 而是凭着信心 不断地往前走 求主让我们透过 我们看到在各地打拼的 很多困难的这些华人 我们在各地 不管是台湾的 或者从其他地区去的 这些华人 求主让我们会知道 我们要怎么样 靠着主来得胜 我们也感谢主 让很多台湾人 在巴西做了很美的事工 这里的神学院 训练了500个巴西的神学生 这里的教会 在向巴西人传福音 甚至于我们希望 台湾人在巴西 能够将来改变 整个巴西的政治 台湾人能够把福音传给巴西人 让巴西人起来 翻转他们的国家 主要求你也让 还在台湾的这些 台湾的弟兄姊妹 有这样的胸襟 看到台湾人在世界各地 做的事 我们就得到鼓励 我们就知道 我们在台湾没有被困住 主让我们在 你是旷野开道路 沙漠开江河的主 求主引导我们 先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眼 然后再打开我们的路 祷告奉耶稣的领求 阿们 好 谢谢大家 我要去欧欧困了 因为我这边已经是 半夜两点了 好 明天我们要为巴西队加油 好 大家 拜拜 我晚安 你们午安 拜拜 拜拜